花莲第一家五星级国际度假饭店 美伦大饭店日前举办了五宴来欢庆27周年庆 邀请了弱势团体以及社福机构 一起来享用饭店大餐 期盼将爱心和福气分享给需要帮助的家庭 并且也持续秉持着社会企业责任来回馈在地 在1994年开幕的美伦大饭店 当时是花莲第一家五星级国际型度假饭店 为了欢庆27周年并提前庆祝圣诞节 18日举办感恩五宴 邀请弱势团体及社福机构 包含花莲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 毕市大教养院 市展会 家福中心及荣民之家等长辈贵宾 一起享用幸福感恩五宴 用爱欢庆每人周年庆 难得说我们遇到了27周年的周年庆 那我们老董事长有一些诚挚的话 就是说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所以这次我们邀请了几个社福团体 有农民之家 有展望协会 有老人关怀协会 还有毕市大 等等的社福团体来共享圣集 让他们来品尝一下五星级饭店的佳肴 那因为我们从两年前的规划 刚好在疫情当中我们做了一个整修整改 所有的房间把它重新换来一新的整改 包含我们的宴会厅 那我们耗用了很多的经费来把它做一个整改 那这个部分呢 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了 那也希望能够为我们所有旅客 做一个最安全舒适的一个住宿 今年五月中适逢疫情影响 每轮饭店一度停业 今年大规模改装 与崭新风格 豪华双人房 豪华家庭房 设计结合潮流现代工业 及loft apartment 休闲风 营造更温馨舒适休憩空间 软件及备品全面升级 还有俱乐部娱乐主题馆 提供声光视觉兼具的享乐场域 即将退出的总经理高学录表示 即一起推出周年庆同乐 圣诞跨年同样推出好礼优惠 期盼秉持企业社会责任 回馈民众和在地乡亲 让美轮成为花莲星星的观光焦点 记者长 猫眼 华联士报导